歡迎來到DA的FGO小教室 這次呢我們來個簡單的主題 雖然說簡單 其實跟各位玩家們還是切身相關的東西喔 遊戲中每一次的新活動或是新角色 總是會看到他們的Pick Up 即使如此 我們還是常常看到大家一直喊著說 歪啦歪啦 這Pick Up Up在哪?怎麼會出白真? 我藍傻都保五了是醬呢? 大家這種來自內心深處的怒吼 那麼到底所謂的機率提升的Pick Up是提升了多少? 好,我們下面就來解釋一下 不過請注意 先說明本文內容依據統計以及解包資料而來 官方隨時可以調整 因此不保證與現今的版本完全相符 同時台服、日服或者是B服的機率亦有可能不一 首先 我們都知道所謂的五星從者佔了卡石裡面的1% 而每次單獨Pick Up的那一位又佔了其中的一半 所以最後你想抽的那個Pick Up的五星角會是0.5% 至於你說如果PU兩個五星的話呢 這個我們晚點再提 再來就是所謂的四星從者了 單獨PU的四星從者會佔據四星裡面的1% 也就是實際抽率是1% 跟不指定的五星其實是一樣的難度 剩下的2%會去分給其他所有的四星角色 接下來才是重點 那如果兩隻呢? 兩隻的話依然各會是1% 也就是當兩隻四星PU的時候 你抽歪的機率就會大幅變小 其他的四星去分剩下的1% 所以發現什麼沒有? 比如這次的日版泳裝2017後半為例 如果你想抽的是槍賴光 根本不需要去等到什麼後半賴光單獨PU 因為不管有沒有單獨PU它都是1% 差別只是在於 賴光單獨PU時候你比較不會抽到海倫娜而已 除非你今天打定了主意 我就是不要海倫娜 不然現在你就可以抽啦 呃...可是海倫娜媽媽這麼... 呃...你確定不抽嗎? 那一定有人問 如果是三張PU四星 也就是泳裝前半的情況呢? 呃...很抱歉 因為目前來講沒有資料可以查證 但是考量到依然有抽歪的情況 我們可以確定 每個從者分到的機率一定小於1% 也就是如果你想指定抽 2017前半泳裝的某個特定角色 那麼確實是等到單獨PU會是比較好的選擇 至於三星從者... 雖然我覺得大家應該不是很有興趣 還是大概提一下好了 PU的三星從者大致上是整體的3% 而有些新登場的三星從者可能會是6% 這點詳細原因還不能確定 而三星從者的PU一樣也不會被瓜分機率 每一個PU的三星從者都會有各自的3% 繼續往上疊加 五星的PU禮裝則會占了五星全部機率的30% 也就是假設這次繁中版的獅匠102030 機率就會是1.2% 一樣 跟不指定的五星難度其實也半斤八兩 而要是有複數的PU五星禮裝呢 像是之前船長卡池的炒麵麵包跟年倫蛋糕這兩張 就會是一人分一半 也就是變成0.6% 四星禮裝則是全部的四分之一 也就是3% 但是要注意的是跟五星禮裝不同點 跟從者是一樣 在於如果有複數四星PU的時候 機率不會瓜分 而是每一張都會分到3% PU的三星則是6% 也不會被瓜分機率 最後呢 我們來提一下所謂五星從者複數的情況 這邊我不仔細詳述 因為B服在聖誕節的捷克之後 有額外調整過五星的機率 我不能保證台服之後會不會採用B服的數據 那麼 修改過後的之後 新角色單獨PU的時候會變成0.7% 舊角色單獨是PU0.6 一星一舊 則是新角色可以拿到0.6% 舊角色0.3% 如果同時兩個新角色登場 比如說像是印度兇四的首次PU 則各是0.4% 簡單結論就是 如果之後台服會跟隨著B服版本的抽卡機率 就比較難歪出其他的五星了 好的 那麼本次的PU介紹就到這邊 當然 影片中所提到的都是單純的機率與統計 現實中只有抽到與沒抽到這兩種答案 一樣 抽卡有賺有賠請省慎為之 那麼 下次的節目見囉 掰掰